国法会表示,本次会议协调相关部会鼎定明确工作目标及时程,例如2018年起将有610座中油自营加油站,国道所有休息站及水电费缴纳,普遍提供行动支付服务,联合报器资料照片,记者林博东摄影,分享。 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陈美林今日召开行动支付跨部会言商第一次会议会中定定推动行动支付发展的三大主轴,包括完备基础环境,扩大应用场域,加强体验行销,并将医疗,睡电及加油等民生攸关事项列为推动重点。 明年起,医学中心,中油加油站,国道休息站等场所就可普遍使用行动支付。 国法会表示,本次会议协调相关部会鼎定明确工作目标及时程,例如2018年起将有80%的医学中心,610座中油自营加油站,国道所有休息站及水电费缴纳,普遍提供行动支付服务。 为了让国际旅客体验我国行动生活便利性,陈美玲也请桃园机场捷运及故宫博物院加速导入行动支付。 国法会表示,为扩大行动支付场域应用,将于民生消费、公共服务、交通运输、观光旅游等八项场域积极推动行动支付。 以交通运输为例,交通部明年底前将于国道服务区、台铁车站售票窗口及台北高雄机场提供行动支付服务。 民生消费部分经济部已于今年9月启动。 百货商店、连锁书店、超商、计程车备等实际体验工作,无论国内或国际支付服务均可使用。 民生消费